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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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知道最近各位都很关心怎样去防疫 而社会亦都充斥着很多不同类型的说法 今天就让我们为大家逐一拆解不同的疑问 先洗手 还要用20秒去彻底洗手 洗完手之后就可以脱口罩 脱完口罩都要记得洗手 家常人流更多 尤其是在交通工具上面 所以你回到家第一时间记得要洗手 其实现在大家都机不离手 洗完手之后都要记得用消毒湿纸清洁你的电话 一般来说用简液和清水洗手已经足够 但如果附近没有洗手盆 而手上亦都没有明显的污漬的话 都可以用大过70%的酒精搓手液结手 如果口罩是有颜色的话 颜色那边就是向外面 而金属条就是向上 如果口罩两边都是白色的话 那就要看一下摘痕了 摘痕向下就是外面 而金属条也是继续向上 很多口罩都是风琴式设计 所以你戴上之后就要拉开 要完全覆盖鼻、口和下巴 千万不要露出鼻子 还有你戴上口罩之后 千万不要触摸口罩的外面 世卫建议社区人士是可以佩戴外科口罩 外科口罩是由三层的物料组成 外层就是防水 中层就是阻挡病菌 而内层就是吸收佩戴者所呼出的湿气 我们建议大家使用符合测试标准的口罩 还有你记得留意有效日期 我们就不建议你用过期的口罩了 小朋友是应该要使用 适合他面部尺寸的口罩 最重要都是贴面 提提你 如果你帮小朋友戴口罩之前 自己都要记得洗手 首先要确定相关的医院和诊所 到时是否可以提供服务 如果不急的话 都可以考虑改期 但如果长者不太确定的话 就可以按照预约纸上的电话号码 打电话去问一下 口罩是有一定规格和制作技术的要求的 自制的口罩未经测试 保护防菌作用和透气程度都不肯定的 如果你真的不够口罩的话 我们就建议你少点出街了 口罩当前的设计 只可以一次性使用 无论是蒸或风筒吹 我们都不建议重用 如果口罩脱了又或者损坏了 就不会再翻用了 其实世伟建议 在社区用外覆口罩已经足够了 但如果你真的要用到N95口罩的话 你之前就要经过测试合格 确保你的N95口罩 是没有虚伪、没有漏气 还要是符合自己的面型 今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记得分享给你家人和朋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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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